我这个忠公娘娘 连官家的面都见不着 从前虽说冷淡 但好歹也是以礼相待 可如今 上氏 杨氏 还有孙氏 那几个狐媚子 她们日日换着花样的 媚祸官家 她们瞧官家那样 就越是对我不敬 今日在御花园 那孙氏 离我就十几不绝 居然不来请安 装作未见的样子 转身就走了 大娘娘 她们在私下传说 当初官家冷落我 是因大娘娘破她娶的本宫 后来官家越发对我厌恶 是因为官家知道了 大娘娘 因为什么 厌恶本宫 我 我不是 我 我是 我 我 没错 两年前是我破她娶了你 如今你跑到我这儿来 告诉我你的夫君不爱你 不敬你 你是在抱怨 我不该破她娶你吗 还是想告诉我 我儿对我不孝啊 是想求我下旨 让陛下废后 还是想挑唆我们母子相残呢 大娘娘 臣 臣妾 臣 臣妾 臣妾不敢 我能让官家娶你 但是没有办法让她爱你 我能给你中宫之位 却给不了你中宫之尊 你想接近官家 你无才无智 又不闲不顺 我又能如何呢 臣妾 大娘娘 臣 臣妾真是不知 不知该如何 大娘娘 臣妾心里难受 心里憋屈啊 大娘娘 这个世上 没有谁能日之开心 谁没有愤懑难以止啊 欲得他人之据 先有摄人之能 欲得他人之静 先有服人之德 不认识 读书未必能治国 但愿可助你 修身静心吧 我说我们才能助身体 我还要 他不认识 做什么事 他说我 他不认识 他的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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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认识